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洲新闻 都是小弟杨宇和阿谦少 这个是一个游闲的星期日 所以有些东西就说说 我们做报纸佬就叫富刊 事源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我去看一部电影 都是人家的邀请 但是那部电影还没得看 叫做《如果没有那年5月》 就是讲这个六七暴动 左派就叫做《反英抗暴》 那部电影就是阿超人的老师 黎文卓拍的 就是讲六七当年的一些工会里面的生活状况 之类这样 那部电影都是一波三折 那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我都觉得是什么呢 是黎小田的配角 因为他是遗作来的 黎小田也是小弟非常之喜欢的一位作曲家 就是我觉得他作歌的那些奔放是由盛于顾家废 就是《大内群英》《天龙厥》 那些我喜欢 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对 嗯 还好呢 还有什么《戏剧人生》 《爪不着藉口》 就是非常老饼 所以有他的配乐是好看的 但是《二戏伦气》那部电影真的非常一般 就是有些像《欢乐今宵》的方法去拍电影 那和阿超人那部江湖悲剧也有一些 异曲同公之妙 哈哈哈哈 你笑点一下他是不是开心呢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代表他们的路数是有些类似的 就是那个《思成蜜乐》都是有些差不多的味道 那那套戏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那套戏呢 我会说过历史价值呢 是高于一个文艺价值 就是他记录了左派真实的生活是怎样 过去的香港所有的电影 或者那个电视剧呢 《六七》都是一个很抽象的布景版来的 就是《六七》暴档暴乱 哎呀很害怕啊 接着就有这个爱情故事发生了 就是TVB那些就很喜欢都是这样的了 哎呀左仔扔菠萝 接着男主角就保护女主角了 那諸如此类 但是你说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里边很多东西是 其实是没有创作的 就是梁文卓和我说是没有创作的 因为都是真实故事来的 就是例如那些左派小孩 生仔生女叫什么名字 什么爱国啊建君啊那些 你这些就眼界太低了 就叫什么呢 女的叫超微 男的叫超英 哈哈哈 所以林灰有没有关系呢 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 但是你计算我联合一下 一些契合的 哈哈哈 还有很多东西的 就是例如 例如 左派公会里面 大家怎样学一下唱歌啊 那 就是公会书记 那有一个呢 就是有外遇的故事啊 但是怎样掩住 不要影响了公会的声誉啊 诸如此类 那里边有一个故事呢 都有争议性的 就是去炸林斌 就是裁奸团嘛 那个是 那里面呢 就有说到呢 秋生死丑 决定谁去炸他 那 那 导演就说呢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就是他听回来啦 但是就没有得到 最实在的一个证据 那里面呢 还有一幕呢 后来出品人贝君记跟我 不是跟我讲 公开讲 所以可以引述 那贝先生呢 他觉得当年只有一个阻子来的 那就是有份拿炸弹去扔 那结果呢 他是没事的 因为抓不到他 那旁边如果拿假炸弹的 我就抓了 就坐了十几年了 就是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有趣的 对照的故事啦 那这部电影呢 应该9月至10月呢 就会上映的了 那如果你说那些观众呢 想当是娱乐去看呢 那我觉得就真的非常之一般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历史片 去看看当年 就是当年的左派的生活呢 是怎样呢 那你又可以去 就是去看一看 但是灯光就真的不要咬够了 就是非常之大问题 就是例如你拍在山上面 那你还用着自然光去拍呢 那真的非常之恐怖的 就是你完全没有那个年代的 那种感觉啦 那里面呢 还有些细节啦 例如是 那后来就当然就拉了收场啦 那拉了二千人左右 那在狱中呢 那女士呢 就在十一国庆呢 就唱这个红岩啦 那然后男性就会唱这个国际歌的 那这样 那諸如此类的东西呢 那我就是 上个星期六去看完 那有些感想啦 那另外呢 其实呢 因为出品人呢 都是啊 贝君奇 和阿石中英 那另一套戏呢 《中英界一号》 都是几年前呢 就是都是讲六七暴动啦 就是用一个 就是大家用开的Term 那我觉得拍下来呢 就中英界一号呢 他的艺术成分呢 就比较高一点的 那当然争议性更加大啦 因为他用2014年的雨傘运动 和这个六七暴动去做比较啦 那所以当时的票房是复值的 就是八十几万这样 那我预计金谱呢 金谱应该都差不多啦 哈哈 就是这类型的提倡的戏呢 都是行力不讨好的啦 那而且拍下来都比较是 就是那些灯光会令人觉得很尴尬 好 有没有补充 那六七暴动就 就是怎么说好呢 大家对于他那个特别人 其实是左派对于他的 回忆也好啦 还是文件整理都好 其实是 反而是低的 严重不足的 就是严重不足的 就是很多情况之下 就是叫做 刻意忽视 刻意不提 就是用回这个黄丝术语讲的 就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六七暴动 它是建基于文化大革命 而文化大革命 是被中共官方八十年代 是彻底否定的嘛 同样地六七暴动的 就是叫做左派路线 都要理应被彻底否定 加上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 就是我们叫做 新外国派 就是和以往那些不同 就是所谓的蓝丝 就是和以往红的不同 它们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虽然这个词应该是一四年才出现 但是这一批其实是 我们叫做保守人士 它其实并不忠于某一个意识形态 它是忠于一种稳定的制度 那对于一种反稳定的制度 在独立暴动的情况之下 那你当然就很难会完全同意 所以为什么去到一四一 那些我们叫做中途外国 例如谭慧珠 范太 不开名 不开名 特公开的 就是突然外国派 我自己就会叫做 突然那些是在之后的 那些是中途 就是中途转机 就是叫做保守人士 所以为什么去到一四到一九年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在 譬如说所谓的连龙场 或者在一些黄营的 speech 你会见到很多和六七暴动 和毛主席娱乐相关的事情 而发现是 南营是叫了炮的呢 因为南营他不是红营 他没有意识形态的分途 他没有掌握到意识形态的本质 所以他对于这些 speech 他们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对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来说 就是不论阻定是有 都需要,就是叫做镇压 都需要维持稳定 所以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防守 是非常之薄弱的 那如果你说放在红的角度来说 就是 一个是反英抗暴的革命斗争 另外一个就是颜色革命 资产架发明的复辟 那有什么好拗 我们从来都是透过 我们不否定守定的 否定本质的 就是五四 五四是一场都是一场叫做暴动 就是用官方的说法 因为暴动是革命的一种 所以暴动在共产党的用词是中性的 甚至是正硬的 譬如说 看现在的文件 以前 就是中共中央的文件 它直接写南昌暴动 皇马暴动 暴动是光荣的 就是你不要说什么 有什么什么 就是总之 就是毛主席这样说 用的是暴动 就是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 就是 革命就是不吃吃吃饭 就是要去 有地主 去地主小姐的藏神 那就是革命 所以革命本身 或者是 那个进步本身 就是有一个暴力的食材在里面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为何六四事件的时候 它要说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首先 中共的定性 它不是用暴动的 它是用动乱的 有个暖字 第二 动乱也是一个后序 最重要是辞主 反革命 反革命的动乱 是比暴动差的 因为暴动是好的 但是 这个 speech 在80年代之后 已经是 在香港是 不被所见的 就是为世独立的 不可以被人再见到 因为很多情况之下 所谓支持外国外港阵营的人 其实他 会支持一个 叫做国家的观念 但是他很难 认识 甚至支持到 国家背后的本质 就是一个 譬如说 以中国为例 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他的立国思想 应该是 社会主义 但是 这一件事 是不是人人都认识 人人都了解 就不是 所以呢 对此 将它简单 就是所有的动乱 都要打压 就是叫做 维稳 就是维稳 简单来说 就是维持稳定 是第一标准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对于六七暴动的 speech 都是刻意淡化的 基本上不提 除了杨光 拿了一个大智经分章之外 这些就不说了 那就是 大家对于六七暴动的了解 很多时候是基于基本书 包括就是金瑶瑜 但是金瑶瑜 是因为80年代尾的时候 就是六四事件 其实那本应该少人看的 除了应该看张家卫那本 张家卫那本 是的 即是香港左派混流书 那个叫周易 张家卫那本 叫做六七暴动 香港历史的分水嶺 应该是中学老师都会用那本来教的 有的 就是起码他最主流 大家一看都看过那本 那他都是前辈 以前在弊公司做过 都知道些 那我再延伸说下去 就是说 包括六七暴动也好 六七事件也好 同时期的澳门一二三事件 或者那时法国的五月风暴 又或者日本的反安保斗争 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国际上的反直浪潮 或者左派浪潮的产物 但是呢 在那个冷战结束之后 这些历史呢 基本上我们都是不讲的 或者大部分的状况呢 都是不提 那例如你入 韩国呢 你都是讲光州斗争的 但是光州斗争之前那些呢 就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不讲的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 除了香港以外 大部分那些民主运动的基础呢 都是那个左翼 反直 和爱国那个的三人的结合在一起 那香港这件事呢 也有延续的 就是在那个七十年代 大学里面的那个火红年代 那当然去到文革结束 就忽然间不见了 但是我就说 现在的世界呢 是一个后冷战的世界 也都是 运向一个新冷战的世界 那冷战发生过些什么呢 那大家看一下 会有些参考价值的 哈哈哈 就是起码知道原来真正的冷战呢 就是这么残暴的了 就是这么恐怖的了 就是你说一句 不对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了 就是不良任何派别来说 那所以我的兴趣就是看这些 当时冷战的历史呢 那所以去到下一题目呢 就是去到这个印尼排华 的二十五周年 那当然我们现在去看中国印尼 就是比较正面的 因为大家生意比较多 嗯 那那个关系都密切了 就是例如 印尼做这个全球海上支点的 那个的一个计划 那是和中国大陆对接的 就是用中国和它援助兴建港口 之类这样的做法 但是印尼排华呢 那这个当然都是 是深宣史的 因为就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海外环境 就是海外环境的 就是海外环境的状况 就是中国没有伸出援手 因为印尼是一个主权国家 而在曼龙会议上面呢 中国就放弃了 这些的华侨 有双重国籍的那个状况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不管的 那 那 在今时今日呢 他讲这个问题呢 在印尼还是非常之敏感的 但我们广东话应该没问题的 就是不会被追杀 那我所知呢 当年印尼排华的受害者 就是说被强奸那些 那相当一部分呢 还是离开了印尼之后呢 都是不可以反印尼的 那这个代表些什么呢 印尼的军方呢 是有了受害者的名册的 而且他们有档案 在入境处那里 是不让你进去的 那这个其一 那其二就是呢 当年负责做排华的军人呢 伊加伊是当权派来的 那最大的例子就是国防部长 叫普拉博玉 那他的外父是哪个呢 就是苏夏堂 那大家都明白了 那 那这个印尼的那个政治的状况呢 就是也都不能复视 就是印尼这个国家是怎样去诞生的 那印尼呢 当然那个国父就是苏卡洛 他比较北京的左派一点 但是印尼这个国家真正的 那个formation那一刻呢 其实是印尼930事件 那进行排华 反共呢 排华是其次的 就是死的环是相对于 总的死产比例呢 是不到五个percent 五到两个percent 死的主要是共产党 那当然共产党和中国人 这两个身份呢 是非常之容易是被混淆的 那就是我们当然分得很清楚了 但是印尼人是分不了的 那也都有当地的朋友跟我说呢 他在90年代的印尼呢 那不停地受到迫害 就是读书的时候 那不准说中文 新年不准庆祝 这个努力新年 甚至吃瓜子都说不准 你做什么做中国做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状况他都是 那这件事呢 是一样没有改变呢 就是印尼这个国家呢 是通过反共而建立出来的 那所以印尼那个的国家认同呢 反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来的 而印尼的军方呢 是得位不正 一通过正面上台 那930事件呢 现在大部分的学者呢 都公认应该是苏哈托 自编自导自演的 即是一场戏 那所以呢 反共呢 作为印尼的国家底色呢 这件事是很恐怖的存在 那而印尼军方得位不正呢 其实他是需要敌人 去合法化他的存在 因为我们讲政治也有合法性 那印尼军方呢 就不停地抹黑华人 啊 诸如此类这样的状况 那到现在会有好转啊 那普拉伯旭都会和中国生意做啊 去接受那些国家培训啊 那但当然这个问题都是呢 印尼军方呢 和CIA的关系更加是密切的 就是当年有心灵事件呢 印尼军方呢 那都是受这个CIA的合作啊 指使啊 这样去做的 那印尼排华呢 过了25周年 那我们为了担心 就是会不会再上演的呢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值得担心的 因为就是那个排华那个基础 就是那帮人还是当权者来的 那而第二呢 就是下一届的总统选举呢 那很大机会呢 都是两个人的了 那一个就是普拉伯旭 这个反而还是温和派来的 挺大的 那另一个就是阿里斯 阿里斯 就是那个在卡塔的省长 那就是中万学 被斗垮之后 那他上了去 那他是伊斯兰 教导组织的那些领袖 那总之就是向全国去 去传播伊斯兰的律法 那这样的状况 那伊斯兰呢 或者印尼 其实不是伊斯兰国家 来的 印尼只是一个有 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那其实他的国家呢 都理论上是续续化的 那所以呢 他那个急促的 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呢 都是一个走向 那但是呢 就是同时呢 在当地的中国商人生意 都是非常之多的 那所以就说那个 政府呢 的本质没有改变 但是那个前提 都是生意继续做呢 应该就问题 不是很大 那印尼排华 当年发生的事情呢 到现在都这么难搞 是因为呢 那个历史材料不够 就是最简单 就是我们一手的材料 基本上都是见证者 但是受害者呢 坦白说啦 就是你说那么多人被强奸 一个人接受采访 都没有的 就是都找不到记录的 那当年有一张照片 就说 是受害的印尼的妇女 那 印尼的华人妇女 但是那张照片呢 后来证实了是东帝文的妇女来的 就并非是印尼的华人妇女来的 那 就是那个排华历史呢 非常之深厚 印尼的一个传统 那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1930事件 那之后呢 那有很多华人被迫害 走路 就是去香港都很多 那另外有一个故事呢 都是相当有趣的 就是在Jagata的右边 那在巨港附近 那边有地方叫棉栏 那上面有几千的华人上了山的 那我打肉击的 因为就是没有这个资源 但是就霸了一个山 那自己住在那里 就被惹人了 那后来呢 去到这个98年 就是印尼民主化之后呢 后来发觉 咦 原来那些华人在那里 几千人 但是变了惹人了 连华都不懂得说 那后来又怎样呢 就是有些华商 就是我不记得 是谁做了 那帮他们安置回来 将它重新civilize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来 那所以印尼排华的历史呢 就是相当之惨地惨痛 那但现在在国内呢 的讨论都相当少了 那你又面向未来呢 那那个问题 都是新冷战怎么走下去 而印尼怎么position自己 才会不会有下一次的排华 因为新冷战 因为排华这些东西呢 是在冷战期间 经常地发生的 那即使你说不是肉体上被消灭呢 你的语言呢 都是一个很敏感的事 即是在泰国 泰中关系非常之好 但是你依然是不能够 拜一间国际学校呢 是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的 即是现在都不行 那印尼都有一 即是两间做事 但泰国也是不行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即是 这个是印尼排华 是它的底色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 大家对于 那个研究一直都是很少的 即是也有官方他的刻意淡化 另外主要就是一些的人 他都是自己避免了 但是可以说的是什么呢 印尼即使到今天都好 即是除了所谓的当权派 仍然在场之外 当年参与过排华的人 仍然都是心甘荣恨 即是之前看过一段纪录片 就是当地有个很强 然后介绍 那说到排华的时候 说到文非识务 说到很兴奋 那然后访问的 即是里面出现的一些华人 其实是面露惊恐 即是唯唯乐不敢作声 那这个就是一个 叫做现实的情况 那对于之后 印尼会不会有 再有排华的情况 那我个人就审慎 就应该是不会有主的 那因为 支持他排华的力量 已经侮辱了 即是以往就是 这个荷兰的殖民统治者 那之后就是 美国 然后就因为冷战的割裂 那现在在新冷战情况之下 即是在后冷战情况之下 即是在后冷战情况之下 即是多边主义的情况之下 多了贸易 多了trading 那会不会再出现这些 会引起一方 惶恐和愤怒的事呢 那我觉得就 机会比较少 但不是没有 就是这样 但它会有个走向就是 这些私下民族主义是兴起 它或者不是针对华人 但你会有些东西 很低级的感受到harassment 例如我是四点半做祖土的了 我是教大学喇叭 那你吹吗 那你没有办法的 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例如 雪冰城去到印尼的时候 就被人问 这不是清真的 那这是兵来的 那是清真 是不是 但后来又搞了一段 那另外一个 当年排华的理由呢 都是苏哈托政权去圈掩出来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印尼的华人 控制了印尼百分之七十的经济 那这个依然是相当流传的都市传说 但这个当然就并非真实 因为当时的数据是前五十的富豪呢 七成是华人而已 那而印尼的经济呢 很大一部分都是国企来的 那华人怎么解决呢 那你说占到浸呢 都是十几二十百分之 那当然都很夸张啦 就是几个数字 但是圈掩印尼的华人很有钱 去斗他们呢 是跟德国呢 就是纳水斗油坦 是差不多诺斥来的而已 就是原理一样 那你说这种社会上那个 那个氛围啊 那种极端的思想啊 还是不根治呢 那都是有相当的危险在那里 就是你问我移民 我就不会去尼尼啦 去马拉比较稳陈点 马拉比较稳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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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人多些 我三成多 你杀光我们 是不是呢 是当年印尼还 当年印尼还的比例没那么大 大概不够5% 因为印尼人口太多 那我们讲华加勒 这个是你的专长 这个当然也很圓妙 就是这个股市 先讲讲目前情况 那所谓的乌龟冲的大反攻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打了 因为最近就报称 在阿特默斯克 即是巴克穆特那里 乌军就在城内军三陆反攻 那规模大概是上千人 那听起来都挺悲催的 21世纪的战争 双方投入几十万兵力 因此一个上千人的进攻 已经被人视为是一个反攻的先升 但是 先升而已 不是反攻 但是目前来讲 对于乌军来讲 进展应该是顺利的 应该抢了三公里的重心 那都是非常之悲催 现代战争 你猜不到抢三公里的战争 都可以这么多人看 那就是 有什么可能不迷回一战 就是两边站豪战 就是早前 华加勒打了230米 又上了凤凰卫视了 那现在抢了三公里 又上了新闻了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这个进攻 叫做一个顺利的进攻 也都受到 乌军受到鼓舞的进攻 那对于会不会 在巴克穆特的原先推翻呢 就是 只能够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现在阿特牧斯 已经打到变得废墟 你做不到要塞的要求 就是他目前防守的 就是乌军仍然 所控制的3% 地区就是有些所谓的高流区 就是所谓的大本营地区 由于俄军的炮弹 都未能完全清拆到 所以呢 就是 仍然可以守住 但是毫无疑问地 巴克穆特 基本上都成为了 雷近平地的存在 你抢他回来 可不可以固守到呢 是不能的 就是 很难固守 那这个状况之下 在军事上来说 抢不抢回来呢 其实不重要 但是在政治上来说 一定是观感好 就是 感觉你可以吹嘘 就是 20世纪有个斯特林格纳 21世纪就是巴克穆特 这个在政治上是大声的 只不过就 除此之外 他也都可能在其他地方进攻 包括就是 顿涅茨克方向 即是努金斯克方向的 哈密尼米纳 打完之后 就落里西昌斯克 然后整个 努金斯克大平原 就会 但是这些战况的东西 因为没有地图的关系 大家也对地名不熟 所以基本上 大家当听一下背景算数 主要都是讲一些公斗剧 这个当然就要讲公斗剧 目前就之前所说 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未看的话 要看上一期 目前看回是什么 有几个信息可以得出来 首先第一就是 華格勒是怎么都不会 就是不会放手 因为这些是大公 说回背景 就是其实 目前为止 除了马里乌波尔 和先打下 然后又放弃的 黑尔虫之外 其实俄军对于一个 实际的 叫做声名大的城市 是还没有拿到 所以巴克勃特 作为一个城市 他怎么都是一个大公里 有没有可能放弃 特别是当华格勒 打到最后2.5公里 情况之下 那时候 高涵这个缺弹药 其实主要就是 透过这个行为去施压 而实际上就是 最后都说不够 那 怕不够的 打了什么都不够 然后看回网络舆论 就是 很多的俄罗斯人 自己都会拍片 甚至支持 即是拍tiktok也好 拍什么都好 支持拉格勒 其中一段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个小孩 大概4岁 他穿着一套 骚乱士兵的服装 然后就在镜头面前说 就是什么 所以当年阿爺 就打入柏林 现在阿格勒就为大家 抗几色蜜蜜 所以我肯求俄罗斯国防部 就被打入这个 就是阿格勒 然后去什么 当然 抛开一个 叫做 事件性质来说 其实我不是很 赞成 就是 就是小朋友 过早涉及这个政治事件 军事政治问题 所以 为什么我这么为真黄丝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小孩去送死 还好说 但是这个事件就是 你其实见到 就是 质证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这件事对于俄罗斯的人来说 触动是很大的 在舆论上来说 是都很重 所以 到最后 俄罗斯国防部的解决方法就是 首先 保抑先 不要说那么多 第二就是 苏罗维金是今次拿了很大的权利 上期的时候 其实提及到 苏罗维金的角色是什么 当时我认为 他体制内一部分 所以 在这件事上很难发声 甚至很难帮 但是现在看回 苏罗维金真的在 联邦关系统都很不受待见 即是真是 华格纳那边 真是华格纳那边的代言人 即是他变成了 体制内的代言人 因为你看到他今次是 又吃又吃又吃的 他最大的问题是 他最大获得的权限 除了是 军事行动库中指挥之外 他是获得了一切 和华格纳授权 沟通 以及应付 这个华格纳的需要 突发状况 突发状况 即是他在某程上是 突派员的身份 去经手处理 华格纳一切 即是华格纳 铸联多个突派员 即是华格纳、车臣这些状况 包括他们的军事行动 部署、指挥、弹药 其实是变成了 苏洛维金的 authority 即是苏洛维金变相 就是联邦军 替普京代管这两支士兵 而同样地 这两支士兵也成为 苏洛维金 在体制内最重要的 一个发声的召喚 后面我想问一下 其实华格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华格纳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战士那样解 后来我又看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 原来华格纳应该不是属于一个 私人用兵组织来的 绝对不是 因为根据俄罗斯的宪法和法律 是不允许有私人用兵公司的 后来我再看 可以讨论就是 华格纳是怎么来的呢 原本就是一个 一个俄罗斯的 这个军情局的军官 他叫波特金 后来就发生了这个 叫做华格纳 他是军情局出身的 而普利哥津 你又不知道怎么来的 这个人就是 除了说普京大署之外 他为什么由大主比赛的军人 这个依然是一个迷来的 我合理的推断就是 华格纳应该是属于军情局的系统 所以 听说普京很喜欢吃他煮的东西 没错 没错 很多东西就是他煮的东西 他服用的方法 和他承包的东西 是很多东西 他很喜欢的 所以普利哥津 为什么有军事能力呢 这个我是不知道的 你如果要说普利哥津 为什么有这个权力 其实可以开一个转体 但是华格纳应该是军情局系统的一支部队 他其实不算是军情局的部队 不算是 因为其实他那个人 组织的人是军情局的人 但是他没有受到军情局的授权 还有华格纳最出名的是 他的事件 或者他的草創原因 因为其实他真正成立大概应该是2016年的 2013年有初刑 2013年有初刑 2014年出了名就是克里半島事件 就是克里米亚事件 那时候很多人会震惊于 为什么会有俄罗斯的空港兵 或者特种部队进入克里米亚 但是事后看回是什么呢 就是其中一个军官斯特列科夫 他带了这批这样的人 去扮俄军 去吃了克里米亚 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 乌克兰俄罗斯版的918事件 这件事是没有得到 少壮派 是少壮派 所以王道派去做一个 某程度上是一个狹狹上的政变 只不过他政变的对象 不是俄罗斯的最高核心 不是这个关东军 他就这样吃了克里米亚 这件事是大本营没有授权的 而这批士兵有一部分 之后就成为了 是在罗加纳最初的兵员 那个斯拉夫还兵团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 普利哥任 他为什么会是由大厨 变成了克里米亚 因为其实这个涉及到 苏联黑邦的情况 苏联黑邦最早源于 就是律策集团 是叫做百娥 或者是一些反共产主义者 被人拘捕古拉格索 这个西伯利亚农加洛的一份子 但是本身就是 这批人本身没有问题 因为斯特林没有打算放他出来 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 中好就中到死为止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接任 由于反斯特林主义的关系 克努曉夫 基本上什么都改了 这批人都放了出来 放了出来之后 律策就转传出来 而律策之所以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纯粹的犯罪组织 他不是一个经济组织 就是他为犯罪而犯罪 即是亡命之徒 即是他甚至说明 赚钱的东西 如果你和公检法有关系的话 你都不可以做 即是每一个人要立法制言 放弃父母 放弃子女 放弃不可以结婚 你只可以 唯一拥有的朋友 就是这批人 而这批人就不断的撞大 撞大70年代 基本上他已经开始 反而是渗透了公检法系统 也就是说 可以说是什么呢 在80年代的苏联 基本上你所有的运动员 都有黑社会背景 都有律策背景 包括就是普京教游道 教普京游道的那个老师 他教完普京游道之后 又回到苏联监域坐了10年 但是你这件事听起来很好笑 但是你听到是什么呢 培养KGB技能的人 是律策 也就是说 在帝伯涅河帮治理的苏联底下 律策系统 或者是俄罗斯的黑社会系统 是不断的去 声音特别是 当苏联走向一个叫做 全军事化的 穷兵独武道路之后 很多的苏联的军人 亦都因为这样 加入了这个黑社会 或者和黑社会有勾结 包括出售军火 去到苏联解体之后 大量失业的武器研发专家 特种部队成员 军人 就因为这样 就直接去加入了 和他们本身有手握的黑社会系统 也就是说 俄罗斯的黑手党 或者俄罗斯的黑社会系统 就是这个时候 撞得最大 包括就是普利哥任在内 他坐了九年牢 普利哥任在内 他脚面上是一个厨师 但问题在于 在这个80年代 9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下 每一个有私隐财产的人 他基本上不是贪污的官员 就是黑社会 他基本上是有这个背景 而这个背景在苏联解体之后 他吸纳了大量的前朝的军事实力 去令黑社会变成准军事化组织 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和普京相熟 因为普京他有个名师 他有个知语知音的老师 去做州长 他去做州的行政助理 深兵利德 所以黑社会和官员勾结 在俄罗斯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变相就是 你看到他好像经常去那里吃饭 吃完饭有什么谈你怎么知道 也是因为普利哥任 就开始成为了洗白的一员 有什么事最恐怖就是 黑道透过洗白 透过参与公共事业 成为了一个叫做 白道的人 白道甚至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因为台湾以前是这样的 洗白到最后就是现在美国的状况 哈哈哈哈 那俄罗斯是洗白 你说谁先啊 美国是谁 就是有一个算一个 联署局那些全部都是流民 但是俄罗斯就是在这个洗白阶段 他就是在这个状况 所以普利哥任 其实他就是透过 吸纳苏联时期的军事系统 去做这件事 说回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政治人 因为俄罗斯他就在这个独特的文化之下 其实他的军队是充满着很多的山头主义 而包括就是在车城战争期间 其实所谓的车城战争车城独立 他所拥有的就是一个山头主义的延伸 当年的北高加索军居 其实是车城人的山头 只不过五六十年代的车城的领导人 居然相信共产主义 OK到八九十年代 你自己都放弃了共产主义 那大家一起放弃吧 那么这个状况之下民族主义就高于 这个大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主义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那么延伸到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苏罗维金由于他手下没有任何山头 因为他没有受到牌制 那是光棍司令 那是光棍司令 所以他就利用了华加纳车臣系统 做了他新的山头 对抗就是拉平的中部军区山头 然后还有西部军区山头 那加拉西莫夫呢 名义上是一个总指揮 或者是俄罗斯的大佬 但问题在于你听完之后 你都知道其实他跟周天子一样 他也是光棍司令 但是他是没有狄系的 他是没有狄系的 或者他的狄系 他有狄系 但是他就是好像 怎么说 就是几千人而已 就是当年汉语打流邦 你听到五十万军队很厉害 有三万车是自己的 五万三万是别人 那些冲过来一起拿走 结果别人一冲过来 三万骑兵 杀到你追随为之不留 那你没有那么恐怖 就是这个状况 那说回政斗 在这个政斗的情况之下 首先有几件事是 车臣华加纳、苏罗维金集团获得到 第一就是苏罗维金的实际实力 和俄罗斯联邦系统的影响力大身 第二就是 华加纳成功透过一宗枪炮事件 弹药事件 去获得俄罗斯人的支持 和他相应的政治地位 也就是说 在这次事件之后 你如果想对于 华加纳进行清算的话 你一定有一个话题 是绕不开的 就是有人会问 是否因为那时候 战况不利 华加纳统会出来 你最后老手承认清算他呢 这个是天然的合法不同地位 但我们说来说去 华加纳其实是属于什么部门呢 他不是属于任何部门 他其实是一个非法组织 他是非法组织 他其实是一个非法组织 因为正如你刚才所说 就是华加纳 就是一些可恶合作 以及就是一些 譬如说 赘利亚的行动 赘利亚的行动 其实很多情况之下 是华加纳做的 华加纳的军战基地 又是挖住俄罗斯军队的 训练基地 是啊 很奇妙的 但问题在于 其实他是不合法的 但是没有人提到这件事 所以那时候 国防部有个指引出来 就是说 不要太大事宣扬 华加纳的战织 因为你解释不了 是法律问题 是不知他是什么 一来一来 你宣布了你会失威 为何雇佣兵 就是临时工作 做得比联邦军 特别当时 近坦4被人打了PK 第二就是 在法律上来说 华加纳是不应该存在的 是违献的 这件事是违献的 当然 亦都可以有很多解释 譬如你可以说 华加纳是一个 工程局的人员 但问题在于 工程局是善人 这一批人 其实是不应该存在 因为他无论是 诞生之初 到声明大噪 到正式建立 他都应该是 和一个所谓的 大本营的理念 基本上是 背道而辞 背道而辞 是对立的 好 那这个华加纳是有没有补充 暂时就没有了 那看看之后是怎样 这个花生连续剧都好看 我们继续密切关注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应该下星期再谈泰国大选的结果 好吗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